鋪柱的部分立出來有四條 那四條的部分有兩條是一樣 最長的兩條 最長的兩條是在那個帳篷的左右橫桿 做中間兩柱的支撐 另外這個小的輕的兩條 就是做它的那個地部 田木上面帳篷蓋的那個部分 然後也是做交叉的 這個帳篷的部分 左右兩支橫桿 最長的一樣長的兩支 就是這邊左右的兩支 那中間門口帳前面這一個橫桿 就是第二短的 第二短的那一支 做這個中間橫撐的 這個帳篷在搭設的時候 一定要四個角 搭完 四個角搭完了以後 再鎖旁邊的這個鈕扣 完畢以後 先把腳架 四周圍的腳架主架 弄起來了以後 再搭旁邊的這個支撐桿 這樣子帳篷裡面 看起來才會 所以都是方方正正的 帳篷搭好了以後 再把旁邊的這個 再把旁邊的這個 頸度的調整法做調整 的收法 陰層它比較長 那你拿起來 你就直接在手上 做個殘繞的方式 多繞個幾圈 好 繩尾大概 繩尾大概預留大概10到4 大概預留到20公分左右的繩尾 好 那接著 我們這邊 繞個兩三圈 記得要做壓線的動作 壓線是什麼 上面一圈往下再壓 把繩子壓住 好 壓線好以後 這邊中間有離好繩索的洞 我們這個 你可以放長一點 我們這個從中間穿過去 到中間以後 把它回穿 回穿下來 然後再把它拉緊 好 這樣子繩索就會收得 收得非常漂亮 出去的時候 我們在收納的時候 記得做反方向 用拉 拉帳篷套布的方式 就不會 每次收桿子的時候 為什麼桿子一直斷掉 然後你要從中間再收 好 把桿子拉出去 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帳篷要 我們 好 我們帳篷要收納的 收納進收納袋的時候 常常會折不好嘛 最好的方式就是 把你的收納袋先打開 打開了以後 你帳篷的位置 你長度 左右的寬度就是 你收納袋的寬度 這樣是遮起來的東西 就會是一樣的